就是上一节课 我们已经讲了 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 它的一个特点 就是除了讲这个教材以外 我们讲了它的特点 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不同于其他的哲学史的 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它具有世界历史普遍性 那么我们就说 根据这个马克思的 关于世界文学的思想 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 它和西方哲学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区别 强调马克思所说的 这个世界哲学的这样 世界历史的这样一个普遍性 它不是一个片面的 而是一个整体的 就是这个整体呢 它包括了这个各民族的 一个共同的这样一个财富 就是说它是各民族共同的财富 但是这样一个财富呢 它也不是各民族的文化的一个简单的叠加 而是从农业民族进到工业文明 就是说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 在世界历史形成的基础上 所形成的这样一个世界性和普遍性 这就是马克思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的特点 所以马克思哲学呢 它能够和其他的民族相结合发展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第一个 然后后来我们又讲了呢 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 它的传统的形成 讲了它的哲学传统的形成 在这个哲学传统的形成当中呢 我们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就是说它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 那么这样一个演变过程呢 它从十九世纪末开始 经过了几次的这样一个论战 所以呢 在这样一个论战当中呢 包含着马克思哲学的 一个黑格尔化和去黑格尔化的 非黑格尔化的这样一个斗争 从这样一个斗争中呢 产生了这样一个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不同的这样一个传统 同时呢 他们也围绕着马克思哲学的 实践和辩证法 然后形成了多种传统 多种传统 今天我们讲呢 接着讲就是说 这个马克思哲学的传统形成 也就是它在理论上呢 是以实践和辩证法呢 作为一个核心的 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 我们说它产生于西方 所以和西方哲学 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那我们现在呢 讲一下第三个问题 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和西方哲学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哲学的关系 在这一节上呢 我们主要是掌握 马克思主义哲学 和西方哲学之间的 同一性和它的差异性 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产生于西方 它首先和西方哲学 有着同一性 所以我们首先看一看 同一性的问题 这个问题 它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这个问题 对于我们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 特别是理解 马克思哲学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为它关系到 马克思主义哲学 是不是哲学 它是一种 什么样的哲学的问题 就是它究竟是不是一个哲学 或者说它仅仅是一种 社会主义思潮 还是说它 如果说它是哲学 那么它是什么样的哲学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要讲 马克思哲学和西方哲学的 这样一个同一性呢 就要看它们的 一个是它们的 共同基础是什么 它们的共同基础是什么 马克思哲学 在这个哲学史上 解决了西方哲学的 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 所以它是分两个问题的 那么在这个 共同的基础上呢 我们首先啊 看一看 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和西方哲学的 这样一个共同性呢 就是说它们都是在 工业和商业的基础上形成的 就是工业和商业活动的 性质和特点 决定了西方哲学的 提问方式和思维方式 那么我们看一看 工业和商业 这两种不同的活动 给予哲学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对于哲学啊 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就是我们首先看一看工业 就是工业 哪怕是最简单的工业 就是最早的这种手工业 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是一种 工艺制造的过程 是一个工艺制造的过程 所以所谓工艺制造呢 就是把这个自然的物 变成能工的物的活动 把自然的物变成能工的活动 那么自然的物变成能的 这样一个活动 它体现了什么呢 首先它体现了能的本质 就是它能呈现能的本质 因为我的能是什么 它的能动性是什么 它是在工业的活动当中体现出来的 它充分体现了人的一个自然的能动性 就是说人对自然的能动性 我能把自然的物 看到自然的形态 把它改造成我所需要的这样一个物 这样一个物 那么这样一个过程呢 实际上就把人的这样一个本质 人的力量的一个对象化活动 把它体现出来了 把它体现出来 也就是说人在这个对象化的活动当中 把自己的本质呈现出来了 那么这是第一个 就是说它呈现了人的本质 它在哲学 所以哲学要这个思考工业 在这个工业的基础上发展 它首先提问的是什么 人的本质是什么 我是怎么从这个 这样一个工艺的制造过程 体现人的本质的 那么第二个 就是说人对这个制造工艺的过程 它去把这个外部的自然物 把它改造为一个人工物的过程 比方说我们建造了房子 创造了机器 创造厂房 创造了我们的制度 那么这样一系列的过程 它表现为什么呢 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 那么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呢 它是一种科学的关系 也是一种理性的力量 所以从这个工业的制造过程当中呢 人们在哲学上啊 它提出的是什么 一种理性的力量 它给予了人的一种理性的力量 所以对于工业的研究啊 就形成了人对自然的一种理性的思考 它是和科学理性相结合的 和科学理性相结合呈现的是什么呢 普遍性 普遍性 理性的东西是一个普遍的东西 是吧 它一定是普遍的 是抽象的 所以这就形成了这个西方哲学啊 它对一开始就对人的本质的提问 对人的 人和这个 人的这个理性的一个提问 理性是什么 我的自我意识是什么 人是什么 它一定要提问 就是而且它用理性的思维方式啊 这个 来建构自己的哲学 所以最早的 最早的这个哲学啊 战胜它从这个 神话里面过渡过来 就是最早的西方哲学 从神话里面过渡过来 它依靠的是什么呢 理性 最早的科学理性 来战胜了以前的 这样一个 一个神话 使它过渡到哲学 过渡到哲学 而他们的最早的提问是什么呢 就是提问自然 这个你们学的西方哲学史的啊 它就提问自然 就是首先问自然是什么 自然的本源是什么 自然是怎样存在的 人是什么 人是怎样产生的 所以这样一些东西啊 可以说呢 它是这个西方哲学呢 正是从工业当中 获得了科学理性的精神 科学理性的精神 从而呢 也形成了以科学理性 批判宗教神话的哲学传统 这是讲的这个工业 那么如果说这个工业 是把人和自然的关系 科学理性呈现在哲学的面前 那么商业活动就是人们的交往活动 我们知道啊 商业是人们的交往活动 那么人们的交往活动 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 也就是说 它所建立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如果工业建立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建构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那么商业建构的是人与人的关系 但是我们知道商业的活动 它有一个特点 人和人的关系 它是通过什么 中介物 通过一种啊 以物物交换的方式 来体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就是我们看到是一种人和人的关系 但是它通过货币 通过这个物的交换的形式来实现的 所以它采取了一种物物交换的形式 那么这样一个特点呢 就对这个哲学的提问方式和思维方式 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影响 首先呢 我们说这个商业的活动 它的交往活动 是以个体的存在为基础的 就是我一定是特殊 如果我这个人不是特殊的话 我就不需要 我们生产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不用交换 所谓交换一定是特殊 它一定是个体 所以它是一种个体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在交换活动当中 我们的交换一定是自由的 是平等的 就是我们在价值上要求平等 所以这个个体的存在 自由和平等 就是商业活动的一个基础 那么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呢 这个哲学啊 它要思考人的本质 人的存在的时候 就必然要以个体的自由 及其实现为内容 所以它的人的研究啊 它在研究人的是什么 要研究个体的自由问题 所以它一定要研究人的个体自由和他的这样一个实现问题 那么这是西方哲学啊 在研究人的问题上的一个形成的一个一种提问方式 第二种提问方式呢 就是说我们知道 我们刚才讲了 商业的交换活动 它是以物为中介 来表现人和人的关系 实际上它是什么 是以一种现象的形式来演示了本质 就是说我要提问人的本质是什么 但是在商业里面 这个人的本质 它不是直接 以直接的方式呈现出来 它是以物的方式呈现出来 那么这个物的东西它是什么 它表现为一种现象 我要透过这个现象去看这个本质 透过这个现象去看本质 那么我为了把本质要呈现出来 那么就必须什么 要超越这个现象世界 就要超越这个现象世界 要建立这个本质世界 那么也就是说呢 这个哲学的思维上 我要进行这样一种超越的话 我必须要把它区分 就区分这个现象和本质 形而下和形而上 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 感性世界和理性世界 这样一个关系 这样一个关系 要以这个本质形上的 这个理想世界 理性世界为哲学的对象和思维方式 就是我哲学要研究这个人的本质 我要以什么方式呢 所以它要做一个现象和本质的区分 所以它要做一个现象和本质的区分 做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区分 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 感性世界和理性世界的区分 这样就形成了哲学的 特有的西方哲学 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它的研究对象 就是它在研究人的对象的时候 它不是说我连现象一起研究 而是要把它抽象出来 去研究它的本质 研究它的形而上的世界 这就形成了西方哲学 它特有的思维方式 那么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也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是探讨个体的自由 及其实现问题 一个是研究这个现象与本质的关系 特别要把这个本质世界 把它的形上的世界 理想的世界 理性的世界 作为哲学的对象 当它这两个内容和工业 和工业的活动 所呈现出来的哲学和思维方式 结合在一起 就构造了西方哲学的传统 就构造了西方哲学传统 那么这个传统开阔起来 如果我们把它做一个开阔的话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是崇尚理性精神 和人的个性自由 建构一个超越现实的 形上的本体世界 以思考和追问 自然本源和人的存在 一方面它要追自然的本源 这是决定了什么 通过对自然本源的 这样一个追求 而找到发现人的本质 所以西方 研究这个自然的问题 它不是说 不是像物理学 我是为了研究自然 而是什么 从这个自然当中 去发现人自身的存在 发现人的自由的问题 为什么这个近代哲学 近代西方哲学 它在最开始 它的启蒙 它的启蒙 最早的这个启蒙 是这个迪哈尔 他们都是从询问自然开始 它就是要把你这个人 从这个精神的这样一个封闭里面走出来 在这个自然当中去找到人的本质 找到人的自由 就是人向自然的一种开放 这个虽然在西纳时期 它的工业和商业可以说是不发达的 但是在这样一个不发达的情况下 希腊哲学呢 是建立在最初的 不发达的工业的基础上 不发达的工业商业的基础上 所以呢 它有一种延续性 到了这个近代哲学 到了近代哲学 随着这个科学的发展 科学的理性和个性自由 就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那么这样呢 它既是哲学的主体 又是衡量历史进步 和现成世界和理性的唯一尺度 那么现代哲学呢 虽然是在这个 对近代哲学的科学理性 这个展开了批判 但是呢 它却在道德和实践的理性当中 弘扬了人的自由 人性的自由 而且始终保持了这个 西方哲学 从上行而上的思维传统 那么马克思主义产生于 这个西方哲学啊 由近代向现代转变的 这个过程当中 如何重建行而上学 走出近代哲学的 科学理性的困境 发展人的自由 就是当时哲学的一个主题 主要课题 那么马克思的时间唯物主义呢 就是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解决 所以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的 问题哲学的提问方式 和他的思维方式上 都继承了西方哲学的传统 同时呢 他又吸取了当时 也就是说 现代哲学各种思潮的成果 站在当代的他的时代高度啊 来解决西方哲学史上的问题 这一点呢 就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表现了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啊 他和西方哲学的这样一个连续性 他的继承性 特别是马克思 他作为一个德国哲学家 就是说不仅呢 要解决当时德国哲学的问题 继承了德国思辨哲学的传统 而且呢 他对这个古希腊以来的 所提出的关于人的科学理性 人的自由的问题 都作出了自己的一个解答 自己的解答 所以正是这样呢 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啊 他在同一性上呢 可以说和这个西方哲学啊 他是一致的 我们只有了解了整个西方哲学的传统 他的问题 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他是怎么解答问题的 那么这是 这是他是什么样的哲学 他是怎么解答问题的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啊 就从他的同一性来看 第二个呢 我们看看他的差异性 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 他虽然和这个 是从西方的土壤上产生出来的 和西方哲学呢 有着同一性 但是呢 他毕竟呢 是创造了 在现代哲学基础上 创造了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传统 但是我们讲的 他是一种世界哲学 他超越了西方哲学的民族性 而获得的世界普遍性 那么我们说马克思哲学 他是怎么获得他的世界普遍性的 是怎么获得他的普遍性的 他和西方哲学究竟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区别 这是我们要看 讲的第二个问题 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和西方哲学的差异性 那么这样一个差异性呢 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体现在三个方面 我们现在讲他的第一个方面 就是关于哲学和现实世界的关系问题 哲学和现实世界的关系问题 说到底是有关哲学本性的问题 就说什么是哲学 它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西方哲学在解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它的一个特点 就是要把哲学 置于现实世界之上 哲学置于现实世界之上 把哲学和现实世界的这样一个对立 绝对化 就是说哲学呢 只是研究人的精神的世界 它理性的世界 而和现实世界是无关的 是无关的 所以它就赋予了哲学以绝对的意义 认为哲学是真理 而现实世界是不真实的 哲学是现实世界的理性 而现实世界呢 只有符合哲学才是合理的 所以哲学是绝对是批判 而现实世界是相对是批判的对象 是批判的对象 这是正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把哲学看作是一种求知 就是把哲学 什么叫哲学 哲学就是求知 就是我们就去追求那个知识 绝对的知识 超越现实的知识 然后呢 强调了绝对 哲学啊 它是一种真理 是一种真理 而这个现实世界呢 它是非真理的 是非真理的 它是批判的 哲学是批判的 而现实是非批判的 这是西方哲学啊 西方哲学家啊 在对这个哲学的这样一个理解 在哲学和现实世界关系的一个理解